锤吊猪天 第三卷 第三十集 准备跑路 魔威滔天 北风现在一身实力之恐怖 足以打爆星辰 但就是这样 确实连这个大魔的一道攻击都接不下来 太强了 差距太大 影瓶只有死路一条 北风四散的血肉开始聚合 北风的身躯恢复 双眼之中带着金句 只是一道攻击就直接重创了北风 要不是这顿大魔还处于虚弱之中 恐怕这一击足以伤到北风的根本 好在 这一顿大魔尽管实力超过我太多 可现在却无法打破我的天道 不能够将天道泯灭 不可能击杀我 北风的脚下蹦射神芒 拥有着天下急速 八不赶缠爆发 北风的实力愈发可怕 但是同样的 八不赶缠也有极限 在之前 北风八不赶缠全力爆发之下 一身实力成倍增长 但现在 北风的实力成倍增加 也依然是奈何不了这顿大魔的 只是实力增加了 对于北风掌控的天道数量 却是没有增加 实力北风依旧不是这尊大魔的对手 八不赶缠 北风没有离开 自己一旦离开 整个世界都将沉沦 一圈圈金色的涟漪在北风的脚下炸开 不断向着四周扩散出了一圈圈的光芒 第八不迈出 北风的身躯化为了百丈庞大 右脚向着大魔的头颅踩下 蝼蚁而赶 大魔怒火冲天 眼中蹦射出了一团惊艳 一层层的黑色魔器形成了屏障 直接地撑开了防御 当 一脚跺下 撕裂大地 只是大魔的能量罩直接撑开 挡住了北风这全力一击 北风被可怕的魔器入体 防御罩之上的反阵之力 狂猛无比 让北风的筋骨颤抖 忍不住连连后退 蝼蚁 你激怒了我 大魔的脸色很是不好看 真以为自己是胡落平洋被犬击吗 居然敢踩在自己的头上 一团能量 在大魔的手中汇聚 可怕的吞噬力传来 瞬间席卷八荒 无数的魔器以肉眼可见的状态 呼啸着 向着这一尊大魔的手掌心内钻去 黑色的光芒璀璀璨无比 如一颗太阳 可怕的吸扯力 肆虐八方 空间以大魔手掌中的能量球为中心 不断开裂 一条条争莲无比的空间裂缝 贯穿星辰 这个样子 都不愿意放弃侵染这一颗星辰吗 既然如此 我又岂会让你得偿所愿 北风冷笑一声 要是让这大魔侵染这一颗星辰核心 得到整个世界的世界本源 一身伤势 恐怕会在短短片刻之中 就能恢复如初 到时候北风可不是对手 甚至有可能陨落 天道一指 助我一臂之力 哪怕毁掉星辰核心 也不能够让这尊大魔吞噬 北风嘶吼着 想破坏这尊大魔的行动 只能如此 哪怕两败俱伤 也好过 让这一尊大魔恢复巅峰更强吧 只是天道一指 终归不是生灵 更像是星辰一指 加上其上无数的生灵意念 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聚合体 只是权衡利弊 此时 北风想让天道一指 助自己一臂之力 但天道一指 确实没有任何的行动 对于天道一指来说 一旦毁灭星辰核心 那么自己就会遭受到重创 无数万年也不能恢复 更别提 再毁灭星辰核心之时 将会掀起的惊天风暴 席卷整个阵魔星了 这不是天道一指 所想要看到的 而现在 北风并没有被 大魔击杀的趋势 天道一指 自然不会自我的 摧毁星辰核心 北风眉头皱起 一个不注意 哪怕自己拥有急速 还是有可能 被大魔直接打爆 对于天道一指来说 其实不管 是大魔还是北风 都不是什么好人 一个想要毁灭整个世界 另一个呢 则是想要抽走世界的底蕴 要不是大魔太强 天道一指 又怎么会容忍北风 所做的一切呢 见鬼 北风暗骂一声 再这样下去 还打个屁啊 眼看天道一指 没有任何出手的意思 北风也是心生退意 对于北风而言 尽管是有一些愧疚 但是这一份愧疚 却是并不值得 让北风以名相搏 原本北风想着 要尽可能地救下一些生灵 毕竟之所以有这样的局面 自己也是没少出力的 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之下 北风并不介意帮上一把 但并不是说 这一切没有北风的存在 就不会发生 因为阵魔星 本就是降临在了这一片星域 想要吞噬三体星 而北风在这一过程之中 只是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 加快了这一过程的作用 大魔迟早会出事 与三体星 也的确会有一场搏杀 这些都是不会改变的 至于北风更不是善类 在这些年中 北风见过太多的生死 甚至有很多是死在北风的手中 北风的心也是越来越硬 不复当年的惶恐的模样了 既然这样 那我就不奉陪了 生死有命 北风收回 踏向大魔下体的脚 而后在脑海之中默念回归 轰隆 咔嚓 在北风做出决定之后 整个世界都被黑云笼罩 一条条粗壮如同山顶的雷霆闪耀 划泡空间 无数的生灵 心生恐惧 抬头看天 一股暴怒无比的意志 在整个星辰之上回荡 天道一直怒了 付出这么多 这个人居然想要拿了好处不办事 一条条雷霆 贯穿天地 化为神炼 向着北风的身躯缠绕而上 而后 一股足以镇压神魔镜的恐怖封印之力爆发 我想要走 现在的你还能够阻拦得了我吗 北风笑了笑 任由锁链将自己缠住 没有任何的挣扎 要是天道意志全盛时期 北风或许还要担心 但现在的天道意志 很明显地陷入到了谷底 已经没有阻拦自己的力量了 而失去了北风的纠缠 大魔侵染星辰核心的速度 猛然达到了极致 瞬间以无尽的魔器 直接将整颗星辰核心一举炼化 炼化了星辰核心 大魔仰天长笑 无尽的魔器如同潮水爆发 掀起了惊涛海浪 一波波的魔器 向着四面八方开始扩散 星辰核心更是在这一刻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地缩小 震魔星积聚了无数年的世界本源 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被大魔吞噬 世界本源之力被吞噬 大魔的气息越来越强盛 体积愈发地可怕 一层层如同龙鳞的鳞片 自大魔的腮边生长出来 两根断裂的牛角生长 歪歪扭扭 似乎是要刺破苍穹 听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